哦 不 妹妹 我一个正妻还没坐下 你一个妾室倒是先用膳 怕是不合规矩吧 让你不懂规矩 我饿了 去吩咐厨房备些饭菜 这 怎么 当小妾是要饿肚子吗 婉儿 婉儿 你给我三天时间 我定会查清真相 给你个交代 去 把这信送到温泉品上去 赵头 听住 你是不是还有事我要处理 先迟 我继续救回 去 把这信送到温泉品上去 来 来 一脉象来看 夫人是中毒所致啊 婉儿 我一定会移植好你 这银圈 已经发黑 明显这吊坠催了剧毒啊 这兔子吊坠 是尼玥故意留给婉儿的 他当真狠肚子屁 全程搜捕尼玥 是 要给我交出来 我要你娶我 八抬大将 明媒正娶 好 我答应 你 丑主和倪月姑娘的大婚 马上就要开始 不过 千万不要耽误了及时 放眼 谁的大婚什么及时 原来你是换我过了 分享你的喜悦 既然你已知晓 我必在一起娶其手了 我要杀了你 姐姐 怎么会是你 要不是那个小女孩 托我来看你 我才不会冒险过来 既然你觉得我这里危险 那你还不赶紧走 我看你身体是恢复了 还是说 你是顺水推舟 将计就计 我素日身体强壮 自然 强于常人 你的身体竟然如此强健 不管哪种毒 在你身上都要减退几分 那是因为我的功力 远高于其他人 脸皮也厚于旁人 你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人 还是多远点吧 我今天就待在这儿 哪儿也不去 我又不是犯人 不用你看着我 难道说 你是怕我趁你睡着之后 偷袭你 我怎么可能怕你 我就是不想看见你而已 你睡着了自然就看不见我 万一你英魂不散 追到我梦里看着我怎么办 天浅不可信 哪儿来的昏波 诸位百姓 诸位百姓 听我说啊 咱们外面发生了十亿 真的不能怪咱们的城主啊 他也是受害者 你看他从昨日开始昏迷在他 至今未醒啊 城主昏迷 这不就是他自己 强行尚未引发上天不满的结果吗 我们百姓 为什么要跟着他一起受苦啊 就是 就是啊 大家安静 安静受苦啊 货害沧龙城的人另有其人 就是苏瓦儿 苏瓦儿 诸位百姓 观星思夜观天晓儿 城主夫人苏瓦儿乃天煞孤星 命格极凶 她先克死老城主 又克新城主 还连累了百姓 是 应该将其赶出城主 为什么啊 让她不再继续互害我们苏瓦城 是 快快快 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 快快 你一夜都守着我吗 林哥哥 你总算醒了 我担心了一晚上 让我看看有没有狱毒 苏婉儿呢 亏林哥哥饶他一命呢 谁生想 他竟趁着你重度 连夜逃跑了 苏婉儿 苏惹凝霜 洁白无暇 也不知道 是何等滋味啊 不然 你以为那老保 会出高价买他 不好 你要是跑了 你不要过来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杀了你 不如让大爷说话 放开 你别碰我 放开 Lou,1 犇利 煎 煎 其 Bank 煨 中文字幕 李宗盛